OK 兄弟们大家好 我大炮啊 今天的话给兄弟们来解说一下我们最强单挑赛16-8的一个比赛 我们最强单挑赛16-8的比赛的话 能打到这个比赛的话 能打到这个阶段的话 一般来说的话都是高手啊 对面的话是魏洪峰 观战犯这个雷鸣乾坤的话是淘汰了残柜的那个第一魔翻寸的那个武装罐 好吧 比赛的话还是三局脸胜 这边的话是魏洪峰跟雷鸣乾坤武装罐三玉的第一场啊 第一场 由于这个比赛的话只可以出四个宝宝 所以说的话两边开局都没有带宝宝 等到有宁元的第八回合 两边同时出宝宝 可以看得到啊 观战犯打PK的话非常细节啊 给宝宝的话加了一把刘云爵 刘云爵的话能够保证宝宝有一个一速吧 不过对面的话是一个配速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把比赛啊 这把比赛的话 前期的话 魏洪峰那边有优势一些 因为魏洪峰那边的话损了一个铃单 对吧 宝宝数量的话对面领先一个宝宝 对面领先一个宝宝 我们来看一下 武装罐的话应该也不会出宝宝了 应该也要把对面这个宝宝摇跑才行 所以说的话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 呃 最前那台单挑赛的这个比赛的话 我觉得 剪金的话还可以啊 但是这个赛制的话 我觉得 赛制的话有点拉胯 因为限制了宝宝的一个数量 就如果说你开局的话 被无魂啊 或者是铃单啊 把宝宝摇跑之后的话 你后面的宝宝就不太敢出啊 你看一下观战犯也没有选择出宝宝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比赛 雷鸣乾坤的话也就是雷鸣八卦的那个号组的另外一个号 他一个魔帆寸 一个武装罐号嘛 我们来看一下武装罐 反正四八回头之前的话 瑞鸿锋那边会有优势一些 观战犯有吸血 这个比赛的话 确实啊 宝宝一限制之后的话 作为风系来说的话 不敢出宝宝 如果说观战犯再出宝宝 再被对面清掉的话 这个比赛就很难打了 我觉得观战犯的话 这个时候再拖 观战犯的话再拖平局啊 平局的话系统判定哪边输哪边赢好吧 比赛的话三局脸胜 这边的话是第一把 比赛的话还有17回合 魏皇峰那边的话 40回合比赛的话 呃 5.0元 5.0元的话有 有一个 巨见的3.0元加1.0元 OK 观战犯直接出地厅了 25回合 对面直接咬鬼气 宝宝直接再逃跑 那我跟兄弟们说一下 25回合的时候 对面的优势是非常大的 好吧 非常大的一个优势呀 那观战犯的话 作为风系来说的话 还可以出两个宝宝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比赛啊 OK 观战犯咬鬼气 把对面的宝宝咬跑 而且这个比赛的话 一旦宝宝回头跑路的话 他是不可能再回头的 观战犯出第三个宝宝了 第三个宝宝对面出小孩 直接加敌 我们来看一下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宝宝 一批 一刀 没有批死 对面很少千军直接新宝宝 高鬼魂的吧 高鬼魂的 净魂灵 对面宝宝直接隐身 隐身的这个套路不错啊 因为观战犯的话没有编那个卡片了 没有编那个蛟龙卡片了 隐身的话 观战犯咬不了鬼气啊 一个隐身七回合 七回合直接到四次回合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比赛 应该是要等系统判定啊 我们来看一下系统判定哪边会赢了 产材面都有宝宝的情况下面 系统随机判定 好吧 还有七回合 还有七回合 所以说这个比赛打到后期的话 基本上就是一把托起 兄弟们真的就托真的 火焰伞 那观战犯的话应该 打这个比赛的话 三十九回合的话 应该会出一个雪宝宝吧 我感觉 我觉得带 带立批的话不太稳啊 对面一个巨剑的话 能把宝宝给斩倒在地啊 我们来看一下 后面两回合观战犯会不会 我觉得应该会换一个宝宝 OK 会换一个宝宝 OK 换了一个隐身的 隐身的雪宝宝托起 对面的话 三点零元的巨剑斩起 没有斩死没有用 下回合的话 人物 宝宝一起顶要 对面的话还有一把巨剑 人物顶一个要 宝宝再顶一个要 OK 对面先斩宝宝 还有一点零元 宝宝能不能斩死 能斩死的话可以绝杀比赛 OK 宝宝差一丝丝丝 血没有斩死啊 宝宝差一丝丝丝丝 血没有斩死的话 那这个比赛判定 好吧 比赛判定的话 我跟隐身们说一下 因为我这边能看得到结果啊 比赛判定的话是 乾坤的武装怪赢了 好吧 系统判定乾坤武装怪赢了 这一把比赛 我们来看一下 哪边的第二局 我觉得魏宏丰那边有失误 如果3.0元的话 直接斩宝宝的话 嗯 加桂圆斩宝宝的话 我觉得魏宏丰能赢 好吧